晚上好,各位,今天分享的是一个我个人 就是分享一下我以前第一次带美瞳的一些经验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新手怎么带美瞳会比较容易带进去 放在随便哪儿吧 那我是就是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戴右眼 就戴的时候往里看,就不是这样逗眼啊 不是逗眼,就戴右眼,就是左 戴左眼的时候就往里看,戴右眼也往里看 然后就这样侧着,侧着你知道吧 然后就是把眼睛扒开 然后从眼白那块,就眼白 就是从,你就是往这边转眼睛之后从眼白这里戴进去 一定要,不管怎么样,要把,要把眼睛给扒住了 一定要扒住了 不然你就是刚戴裙一叠叠一眨一眨眼 就眨出来了,前功近期 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他睫毛是 就是上睫毛像下长的 然后就是我是眼睛前外这部分睫毛 就睫毛加,加不到,然后就很靠下嘛 然后,就是戴的时候有时候卡在鲜毛上戴不进去 所以就是,你到时候戴的时候 就是根据我这边这个方法戴的时候 就是扒眼皮的时候一定要 记得把睫毛一块压住,然后拔着 如果你这样从侧边戴,戴的时间长了,习惯了 克服了吸引上的那种恐惧感之后 我就觉得二代美瞳,我不会害怕 不会怕戳到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这么样戴了,这么样戴很简单 你就扒住眼睛 然后用那个他美瞳和莉丝戴的那种镊子 那种,呃,辅助棒啊 不知道怎么叫 然后用那个东西给他 就,搭进去就行 然后或者就是 也可以用手指,但是你用手一定要洗 刚开始粘美瞳是用的 用那种镊子 美瞳和莉丝戴那种镊子 然后就,也不是说经常就偶尔会有几次,十次里面会有二次里面会有那么一两次的 不小心,就太有力一下子扎到眼球 哇,就,扎到眼球 就算是,不小心,那么一下下 啊,超疼 然后说到粘美瞳,粘美瞳第一个就是一个,嗯,这玩意看来 你不用手这些接触眼球的一个方法 然后新手我觉得应该可以 摘的时候这样摘会比较放兴趣 这边,用手把,把那个,上下眼皮扒住,扒开 要把那个美瞳,你的瞳孔完全露出来 然后往后,往后扯 然后,美瞳这手一般会扯的那个 这个,一般会扯的,也跟着,就往后移一点,有点往后滑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力也往前,就是往另一个方向看 然后,眨眼,然后美瞳就会被眨出来 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然后就这样 一个你可以把,先把美瞳滑到另一边去,然后,拿出来 然后,或者是,像,就是像我这样,直接取出来就可以 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你们要是,就是比较怕的话 还是用,就是,第一种方法比较合适 现在,我们来讲,就是,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 淘宝上的美瞳到底靠不靠谱 然后,就是,前两天,看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美瞳的,什么 就是说,国产的这么多样 看了,反正是一个将美瞳的视频 然后,那个,阿博主持人说,一个 千万不能在淘宝买美瞳 一定要在同代那里买,还是怎么样来着 我觉得吧,就能在淘宝卖美瞳的,最起码 别的不说,你自己,你现在去淘宝 你有淘宝店的,随便开一个链接,打上美瞳两个字 或者你去闲鱼,打上美瞳两个字 然后很快就会,就是,会被封打 这就是一个违规,因为你在淘宝 或者闲鱼,不能随便卖美瞳的 你一般人卖不了 然后要是卖,就是,能在淘宝上卖美瞳的,都是那种 嗯,都是那种什么什么药房的那种,天猫店 然后,天猫店你知道吧 就是,天猫店 在这种地方买,好歹有个保障呀 就你万一出了什么资料问题,也有地儿找不去 虽然,就是在淘宝上能买到的美瞳 不说那些,呃,国,国,国,不说那些国产的日炮 就在淘宝上能买到的那些,呃,盐袍一般都没 虽然没什么好看的吧 嗯,好看的还是,铜带那里比较多 要是在,有一些,极少数,某几个,铜带那里 买到,就是,买到美瞳,就是,你带着,买到不好的那里 之后,万一出什么问题,你去找他 他就都没看见,你能怎么办 我手机,这个手机没有那层了,我们换个手机 继续用,可能,色调会有点差别,有点奇怪,不要在意 我说到哪了,看一下 当然淘宝上,淘宝上卖的那种,就是,比较,就是,天猫店卖的那种 比较购款的,或者是韩国产的,什么什么,美瞳那种就别卖了吧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不太那个,什么 为什么那些大购美瞳的店,他,他就像,那个美瞳就像, 就像,就像地下等一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香水 什么什么娃娃,什么什么玩具,然后那个美瞳品牌的全称还不知道打出来 还就是,中间还插两个星号怎么样 因為沒有什麼滋滋的肉